为了展现对长辈的经意 台湾市政府每年都会发放重阳敬劳礼金 今年发出一张敬劳礼金金融账户汇款申请书 由领长送到家户让长辈填写 但不仅身份资料全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连金融存部都要提供 有长辈忧心各自外泄 部分绿营议员也痛批市府的作为 根本是助长诈骗 申请书上不仅要求填写身份资料 连金融存部都要提供 这是台中市政府今年的重阳敬劳礼金金融账户汇款申请书 由领长送到家户让长辈来填写 不顾有长辈忧心各自外泄 部分绿营议员也痛批市府的作为 根本是助长诈骗 现在这样的状况是非常严重 如果我今天冒充领长去跟老人家 他搜取这样子的一张非常详尽资料的表格 他已经填好了 如果老人家遭诈骗 是整个台中市政府应该要负责吗 以往重阳礼金多数是发放现金 有领长带领再拿到家户给长辈 今年市政府改用申请书的方式 议员表示资料从领长礼长到礼干事后 送到区公所再到市政府 经手人数太多 难保不会被有心人士盗取资料 我觉得我会先请公所 先停止叫领长做这个动作 报告议员非常感谢您的提示 那我们会立刻在您的咨询之后 立刻要求两局 他会同来进行这个检讨改进 那总而言之非常谢谢您的咨询 好市长拜托了 因为这个老人家会非常的担心受怕 民主局表示是否将尽速协调区公所 研理防范各自外泄作业措施 包括区公所在提供申请书时 附上印有区公所名称的可密封公文带 也将研议请佩戴识别证的理干事 陪同领长前往收件 避免有人员冒充的问题 这边加化台中厂报道